华夏基督学院在96年取得考选部国家考试电脑化测验合格市场的资格 多方来利用电脑教室 在假日的时候是协助政府单位来举办电脑化的测验市场 校长是表示能够多面向的来运用教室 也是校方回馈社会的方式 四个办学主要的方向 就是务实要整合要创新要追求卓越 所以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整合很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空间可以共同利用 意思就是说同样的空间可以做不同的用途 那唯有透过整合 我们才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学校所有的教学资源 平日电脑教室是学生上课的地方 到了假日因应国靠的需求 则可以转变为电脑化测验的考场 而在今年华夏技术学院再次被考选部评选为国家考试 电脑化测验合格的市场 同时也举办了街牌启用典礼 那么今年通过考选部要求的电脑教室 总共有期间